朋友们好 小别四天 我太太 在那看着这个巴黎奥运会的 女子十米台的决赛 我们继续说我们的国史 我们继续说刘少奇之死 我们上一节说到 一直到一九六九年的十月中旬 因为战备原因 那么根据中央做出的决定 所有的中央领导人 包括被打倒的 包括靠边站的 监禁的所有 主要的中国中央领导人 都沿着京广线 做了统一的疏散 一直在这之前 刘少奇始终是 在自己的家里 就是中南海的最大的宅子 这个福禄居里面 那么呢 关于刘少奇此间的身体健康 保健卫生医疗 卫生部原来有一个副部长 叫顾英奇 这个人是在 你要说刘少奇之死的问题 你要想知道刘少奇之死 这个过程 这个顾英奇这个回忆 应该是最权威的 这个证据之一 郭英奇回忆 说根据 说毛主席当时明确的指示 要千万百计的 给刘少奇治病 刘少奇得什么病呢 我后来会说 我会说 那么 从1968年初到1969年的10月份 中南海门诊部的医护人员 和来自北京 上海等地知名的各个科的相关的 心脏啊 呼吸系统啊 什么等等 这些病不少 各科的专家 那么呢 都汇聚到了中南海 汇聚到了 无数 就是多次的汇聚到了 这个福禄区里 给刘少奇 检查身体 汇诊 治疗 护理 刘少奇有什么病呢 刘少奇事实上啊 就在打倒他之前 大家现在影像看着 好像刘少奇啊 除了一头白发之外 看不出什么问题 刘少奇事实上啊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时候 刘少奇 他就早已经不是一个健康的人儿了 儿啊 事实上那个时候 刘少奇早已经有 各种病已经附体了 糖尿病 大家都知道啊 你看我这个年龄的人 一说起糖尿病 我们都一旦奉清了 我中学时候的 这个铁哥们儿啊 这个18年吧 18年年底 来墨村看望啊 儿子 儿子陪他来 到我这儿 也住在我这儿 然后这个当天晚上来了 说哎 置办点家宴简简单单 然后打开瓶酒 他过来一看说要喝呀 要喝点酒 能不喝吗 等一下 然后自己就上楼去 干嘛去呢 给自己打针去 打针 打完针 下来才能够安心喝酒 所以对这个糖尿病啊 糖尿病患者的 这些的基本的症状 反应的紧记啊 这些东西 我还略知一二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那刘少奇事实上 就是在文化大兵爆发之前 就是糖尿病 然后刘少奇有关心病 大家知道关心病 是随时都可以要命的 西美哥18年的时候 在澳洲做过了一次 心脏的造影 我们就岁上了 我们都老人了 当时心脏不太舒服啊 什么的 然后有一次不诊 说运动心率的时候 说我好像有关心病 就这么诊 因为心脏造影是 确诊这个关心病的黄金的 这个这个这个检验项目 所以在这做的是 这个心脏造影 最后医生告诉我说 哎我的心脏 这个血管很好 就排除了 但我就从那以后 我才开始关注这个关心病 关心病怎么回事 这个东西什么 差不多头好杀手了 还有什么呢 肺气肿 刘少奇你看啊 糖尿病 关心病 肺气肿 还有什么 慢性之气管炎 等等 这这四种是实料上提供出来的 说等等什么意思呢 就四种疾病之外 还有其他的 但不用其他的 就这四种疾病就可以要 他的命 随时都可以要他命的 所以大家 心心念念的什么呢 包括他的子女们 后来写回忆 好像说 没有文化大革命 他爸爸不被打倒的话 最后他爸爸会怎么样 领导信中国 领导着我们的中国 说让怎么改革开放 然后怎么 哈哈 哈哈 啊 刘少奇事实上在毛大到毛大命爆发之前的时候已经多种疾病染神 所以加上毛大命之后他被打倒了路线问题啊错误啊这些东西呢 然后呢又说机遇成机可能机遇之后呢在这几种主要的病之外又有一些别的疾病 但我个人认为啊就他刘少奇最后一定是死于这种并发症 你看这几种东西啊 那么呢 郭英奇说尽管他得了这么多病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 这个医护人员 包括 北京本地的 甚至从上海调来的各科的专家给刘少奇 都 做了最有成效的治疗和护理工作 说多次 把他从死亡的边缘 抢救回来 你可见那个时候刘少奇的病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 当然了 我们要承认 也可能是自己的政治生命结束 啊 给刘少奇精神和心理上的大疾是无益复加的 嗯 然后才导致了他多种疾病啊 交相发作甚至是啊 病发 所以郭英奇说多次把他从死亡的边抢救回来 说此间 刘少奇肺炎反复发作了七次 68年年初啊 到69年的10月份 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 肺炎反复发作了七次 多次出现病危 但是经过抢救和治疗 均转危 未安 这个按照这个 他子女们写这些东西啊 说他爸爸被迫害致死 起码到此为止啊 到69年10月份离开北京之前 我们确实看不到 迫害刘少奇的这些的迹象 你看迫害都不很简单 这再简单不过了是不是啊 你就停止给他治疗不就得了吗 或者就像我们刚刚说过的贺龙之死一样 是不是啊 这个你不给他用药不就得了吗 不给他用治他的病的药不就得了吗 是不是啊 就如果啊 关于贺龙之死 就官方正史说的那些东西啊 我们都啊 照单全收的话 但是没有 这是当时的卫生部的副部长的回忆 你要是这些人这也都副部纪干了 他们的这种回忆各种发言 他们起码涉及到了刘少奇啊 这样所谓的共和国第一大冤案 这这这种 我估计他给他十个点 他也不敢造谣 他也不敢造假 郭文奇说 少奇同志到一九六九年啊 体重增加 面色红润 整部的头发发黑 大家都是刘少奇白头发吗 是不是啊 高鼻子 我们父亲都是刘少奇一白头 第二高鼻子 大鼻子 是不是啊 刘少奇几大生理特征 都说到六九年的时候 整部的头发发黑 说虽然生活不能自理 长期卧床 大小便失禁 但没有发生过入窗 就到这个份上了 这么多疾病疾病时的老人 在那样的情况下 包括精神上的打击啊 各种 这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 几乎 然后长期卧床 大小便甚至有时都失禁 但是没有发生过入窗口 这个东西 可能年轻的朋友们 你不太理解 我们这个岁数人 我们都善良老的人 新美哥上面有四个老人 都年轻九旬了 这些个东西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再熟悉不过了 但是说呢 没有发生过入窗口 你说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 马上像我们这年轻人都会知道 或者说有过这样的护理 或者父母 有过这样的病的人 都有这样的经验 能做到这一步 那得是多么精神的 这个 这个照顾啊 看护啊 护理啊 所以这个顾应其就说 说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 按时的按摩呀 翻身擦澡啊 被褥清洁呀等等 才能够得到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是我感慨的第二次感慨 这就是迫害之死 一直到死之前 连褥疮都没有 就这样的一个 多种疾病家喻医生的人 70岁 71岁了 69年的时候 那已经71岁了 这就是破坏的 接着 说1968年的7月 到1969年的8月6日期间 这是13个月 请专家会诊 共40次 40次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 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 绝大部分为进口药 尤其是所用的抗素 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 是肺部感染的 那么说从1968年的7月份 到1969年的10月份 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的床边 从未发生过差错 至于与与严重的精神创伤 这就是郭文琦作为一个 医生副长 也算是专业人士 他从另一个角度 从生理的病学 生理病学的角度 他转移到这精神 这个心理 这个病理学生说 他说 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 导致的免疫力低下 肺炎反复发作 脑组织软化 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 是非当时 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我们群里的这些朋友 我们的年龄相反的朋友 你想一想 如果你的亲人 免疫力低下 比如说 等过风湿 累风湿 把免疫系统都给破坏掉了 那么肺炎发作 免疫力低下 那这个免疫力被破坏掉了之后 免疫系统被破坏掉了之后 什么病都不能得 你看刘少奇这种 说肺炎反复发作 很正常 累风湿 然后呢 什么干燥症 兼致性肺炎 然后反复发作 这很正常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病情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路径 一个结果 到今天为止 谁能治兼致性肺炎呢 中国 全世界谁能治 有治疗兼致性肺炎的 这个这个这个 特效药吗 有治愈这种肺炎的手段吗 没有啊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啊 干燥症 全世界现在难题 是不是 谁能治 谁都治不了 啊 谁都治不了 所以 这个 顾文西说说 是非当时 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 现在也治不了 一样 这个控诉是控诉 是不是啊 啊 波乱反正是波乱反正 但是你不能把科学波乱反正 就是啊 你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韦 不能冒着这个科学基本的原理 是不是啊 然后去为了波乱反正而波乱反正 让科学也啊 跟你一起成为什么的这个证人 让科学以反科学的面目出现在这个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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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型上 是不是啊 那么 郭文奇说 说 这么大战斗以后 为了防备苏联可能针对中国的突然性 袭文奇蹟全国大疏散 这确实是 这是当年的实情 其实我在实践实说里面 不就是 关于这个刘二熙之死的时候 好像是 这哪个张姐 彭德怀 不是 先不说啊 就是从那个 69年 10月份 国庆阅兵 没阅兵 69年10月1号 这个国庆20周年 我们可能过些天我们要讲一讲国庆20周年那个游行 很多朋友在网上 我现在发一个预告 你方便你在YouTube上搜一搜 装上一部我成立20周年那个庆祝游行那个视频你好好看看 你看完之后呢 你看你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你记下来 然后讲完刘三熙之死之后我们很可能要讲这个讲一段 起码讲一小节就是建国20周年的游行 你从那游行上我们能看出多少东西的朋友呢 那么呢 关于这个游行啊 当然这几年不有很多可能谣传吧 说毛主席当年 怎么着 为了保证游行怎么开 怎么怎么 进行防备苏联的突然袭击 然后怎么怎么着 然后什么 很多人 发挥人到脑洞大开啊 说毛主席要领 全国人民上苏联过日子 什么这些东西 我非常如果这个这个东西的这个游战者是一个毛主席的爱戴者的话那好 我原谅你 我也理解你 但是如果这是来自于右派的恶意的啊 明知这个东西 谁信他谁的智力可能有问题 然后这么搞 大家真都信的话 我觉得这是这就是问题了 别信那些东西 但是一九六九年十月一号之前 着实中国做两次地下地下核实验 这个是真实的历史 当时给美国包括苏联 他们在监测中国 给他们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现在具备着 基本的核反击的能力了 这是真的 然后这边呢 才搞了 国庆的游戏 那么我记住我在这个西班的实验室说你们当时 是这样说 这不是顾应其的了啊 这是我当时说 就是为了确保中央领导层的集体安全 那么呢 为了确保啊 整个的共产党核心量层不被一颗一颗院子在那里包饺子 然后呢就所有这些人啊 就都给疏散了 沿着近广线 从石家庄一直到广州 那么各城市一路散开 相应的城市负责预安置 那么当时重病中的刘少奇 那时候他已经非常严重了 这个身上的病 那么也在此之内 那么整个的全城 刘少奇都是在医疗组的监护之下 治疗中 从来没见到 那么被一架专棋 给刘少奇安排的是一架专棋 从北京送到了开封 那么到了开封以后 北京过去的这些人 随机过去的这些人 和当地开封河南省当地派出的这个医疗组 医疗班子做了正式的交接 刘少奇在开封那个驻地 我在石头里老朋友都知道 我跟大家说 我曾经过这事专门去过一次开封 专门去看了那个房子 我估计今天为止还在那微然屹立 他们让微然就两层三层楼 但是在当时我二十年前 差不多二十年前去 那绝对是二十年前都是在开封 都是最好的房子 你别看 我估计今天也是最好的房子 你别看今天开封 我估计就要被换些了 盖了多少住宅楼 什么他妈的 未来的美国兵营啊 还是什么的 建筑质量还是设计 还是所有这些东西 你跟那个老房都没法比 都没法比 当年啊 是开封是革命远会这个院里的 这个圈进院里了 做一堂一办公立 当年是什么 四十年解放之前 是开封有名的铜和玉银号 这样的一个 就银行所在地 叫铜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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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银银�银银�银�银��银� 这些建筑早已经都在黄土之下了 但开封毕竟是古城 结果呢开封有一座西式的建筑 就是这个铜和玉金号 这个在这个之前 曾经甚至都做过开封市人民政府的这个办公地呀 你想他们市政府搬哪去 他肯定那么好房子 选好房子嘛是不是啊 我说所以我说他是当时开封最好的房子 没有制一的 今天我估计有没有制一了 我就不敢说了 能不能说制一了我不敢说 但我相信啊 这个房子 到今天为止依旧是开封可能是最有价值的房子 但就这么房子 他怎么后来就成了刘少奇这些子女的写回忆的时候 就变成了监狱了呢 啊怎么就变成监狱了呢 对刘少奇的这个整个的治疗和护理一直持续到刘少奇身为的最后一刻 我到那房子里我看得仔仔细细 他有房边有那些柜子那些板呢 什么柜子那边玻璃板底下压着那柜子里面都陈列了 刘少奇的治疗记录抢救记录 全在那站着呢 都在那站着呢 几点几十几分 啊做了什么 几十几点几分做了什么 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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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包括刘少奇后来在那去世 去世之后的遗体的处置 那当地我也问过当地的人 那谁谁敢开玩笑 不敢开玩笑 即使就不认识他是刘少奇的 假如说啊 他都不敢 为什么这北京过来的首长 谁敢待玩 所以他处置是相当之严谨的 很郑重 很郑重的对刘少奇的遗体的处置 包括我说你在网上搜索 那照片都有他 那怎么 最后在他那儿女的笔下 就变成那样 他把那林丁一都没有赤身裸体 内裤都没有 头发他一尺多长 白发比他妈白毛女都白毛女 是白毛男 包括最后啊 这个骨灰 这都是中央下的令 这都中央来亲自下的令 这都是 全国第一号走资派都已经打倒了 你要说这个骨灰是刘少奇的 谁敢保证他的安全 所以才 以一个假 一个一个一个假的名字 然后呢 上中专门交代由河南省委负责保管 保管在哪呢 把刘少奇的骨灰保险在了河南省委的机要室内 你说多你说这还不正宗啊 这还不正宗 这还不严谨 所以我曾经在说这种发感慨 说为了所谓他把引号的控诉 包括刘少奇的子女在那里 你们都是人家孩子呢 怎么能如此的罔顾事实 无中生有 你说这是爱你爸爸 还是做见你爸爸 你用这种手段把共产党 把当时的中国共产党 说了他爸的法西斯的平方 立方了都 共产党被你帮跟我黑了 你爸爸能白吗 你爸爸曾经中国共产党 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